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文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三国英雄的荣光 郭家的简介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简单介绍一下郭家这只将领 好 首先先看他这里 他是曹魏的 那他是名将 一般名将 那郭家自奉效 曹魏的谋士啊 曹魏谋士啊 那他的职业是文官 那我们首先看技能这边 辅助有个集型 集型不影响思维 保护空的 所以这是他的思维白质 武力56 智力98 魅力91 统帅92 让我想到某稀有名将 某稀有文官名将 可怜了 可怜了 到底是什么思维啊 每次看到一次嘴一次 那来看他的天赋 魏武其左 敌方英雄天赋中所有触发几率降低50% 几率触发是不是 降低 降低 再降低 直接废了某些人 因为这个游戏里很多的天赋 真的都是几率性发动的 所以他这降50%很要命啊 那他的附加效果 我方英雄每提升一级奇侧或一点智力 提升魏武其左0.5%的降低几率 最多可增加这25% 所以就是25级的其左跟25点的智力 平均分配来讲 平均分配 可以直接拉满75%的效果 那这个很要命哦 这个魏武其左效果其实不错 效果其实不错 那不过比较尴尬的就是 这个就是没有进攻能力啦 只给了几率性的防守啦 那75%这东西你随起来 对方还是能都直接25%略过你啦 那几率性的东西就是这样啦 那郭家老实说 没有神的郭家 没有神的郭家处境 有点堪忧啦 有点堪忧啦 那我们来看他的觉醒 那郭家的神有拍卖 7万多 我记得七字头 我记得郭家跟龐头一起拍的 有拍到七字头 七字头还是10万 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我们的优势国 两个互相残杀 两个都在台价 没有没有没有沟通 结果就直接价格蹦蹦蹦就上去了 有够高吓死人 有够高 我记得好像是10万 我记得好像郭家跟龐头两只都是拍到快10万 有够恐怖 那郭家觉醒 神算 如果敌方英雄天赋中不含有触发型几率 则我方部队伤害和免伤提升15% 惨了我的天赋没有用了怎么办 先加个15%伤害跟减伤 先加个15%伤害减伤 我们再来打 那鬼谋 好 战前准备回合开始 我方有55%的几率 使敌方英雄随机一到两条 觉醒天赋失效 直至本场战斗结束 哇 老子直接让你神将变成没神 直接让你神将变成没神 那有些将领 你也知道 就这样一路看下来 有些将领有神没神 两回事 有神没神两回事 所以这招很要命 所以算是一个 郭家算是一个打比较策略 打比较策略 就是不是直接跟你硬干的角色 打比较策略的 那就是 如果他的天赋 他的天赋 天赋啊 觉醒天赋啊 都有发动了 那跟郭家打很痛苦啊 跟郭家打很痛苦啊 那如果没发动的话嘛 嗯 如果都没有发动到喔 如果都没有发动到 郭家的天赋 跟觉醒天赋等于全都没有 嗯 我没开视讯镜头 我现在做表情 应该也不会有人看到 但是我的表情就是一脸 尴尬 有够强耶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这样啦 郭家老师说 有发动到 不错 没发动到 笑话 真的是笑话 那那时候到底怎么会飙到那么贵 我也不太懂 好 那跟诸葛亮的宿命 运筹为我 战前准备回合开始 有机率对敌方施加一个随机负面效果 持续两回合 那负面效果 参考鲁 参考鲁伯伯 参考鲁伯伯 那边有最详尽的负面效果简介 去参考鲁伯伯 那这算不错啦 而且战前 战前回合可以免掉一些战前就可以丢出来的技能 有机率了 有机率了 那旁统天度因材 我方对没有觉醒的敌方英雄所在部队造成的伤害提升 啊你没觉醒是不是 你没觉醒我的神天赋之间没有用 我在对你增伤 我在对你增伤 就是让国家打 让国家啦 让神国家的天赋尴尬的时候 能再加点伤害 能再加点伤害 那其实没有神 没有神的将领很多 很多 所以这招基本上都打到了 但是我也讲了 我也讲了 基本上 玩这游戏克金在所难免 那大家克金第一步 基本上都会先克一只神雕铲 所以对上神雕铲这个宿命直接废了 代理直接废了 那跟曹操的宿命 一记定聊 当我方英雄被斩杀后 我方部队伤害提升 且敌方部队造成伤害时 有概率无视敌方部队的免伤 几率无视敌方部队的免伤 那伤害提升啦 跟张鸟的有点类似啦 可是没有潮山碎片 可惜啦 不过这个是被斩杀啦 文官 文官要是技能还没丢完被斩杀 有点尴尬 如果丢完了 那被斩杀就跟循玉一样 被斩杀就算了 被斩杀就算了 被斩杀就算 那跟循玉的宿命 选嫌举能 丁方英雄含有触发纪律的特色天赋 未能成功发动时 我方部队伤害提升 哈哈你的技能没 你的天赋没发动是不是 我的伤害提升 这个很嘲讽 这个宿命很嘲讽 这个宿命很嘲讽 你都没能成功发动了 然后我再补你一脚 舒服 伤害提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郭家 郭家的宿命里面 给他不少的伤害了 给他不少伤害 但是整体来讲 郭家 还是不算是那么强势了 而且我们这幅 我记得神郭家 不是这个人拍到的 对 不是这个人拍到的 那这个第二的 也不是神郭家 这个第三的这个气坑 我知道他也不是神郭家 这个好像也是气坑 他也不是神郭家 到底为什么我们这幅 都不会有这么多国家 都不是神郭家 奇怪了 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那其实 其实郭家的伤害层面 也都来自于他的宿命 所以有神没神 影响不大 那主要还是看你 会不会喜欢这支降临 那看一下他宿命的部分 那运筹帷幄 那天都英才 我方对没有觉醒的敌方英雄 所在部队造成的伤害 提升15% 中规中矩 那一记定了 哇他的趴直接 直接没有出来 没办法 曹操没出他直接摆烂 也不能说什么 那跟巡运的选学技能 敌方英雄含有触发概率的特色天赋 未能触发时 我方部队伤害提升3% 那最多可以叠加 这是怎样 最多可以叠加2次吗 那满极效果为6次 所以最低6% 最高可以来到18% 最高可以来到18% 那国家的伤害 在他宿命里面 给的不错 给的满满的 两个伤害 一个负面效果 控制 不过老实说 要选文官嘛 有更好的选择 有更好的选择 除非你就是特别喜欢国家 除非你就是特别喜欢国家 那国家其实 呃 在学习技能方面 学习技能方面 在文官技能啊 基本上文官技能都 学的蛮简单的 那统帅技能 稍微称一下也是能学 那这些武力相关的 就是直接比较 呃 没办法学 哦 这种武力相关 比较没办法 哦 那整体来讲 其实 个人跟国家 对打的感想 是 国家颇弱的 颇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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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貂蝉 这支这么强大的文官光环之下 国家 相对弱势啦 相对弱势啦 比较没办法 起到什么大作用 而且貂蝉的天赋 还正好不是几率性的 还正好不是几率性的 所以国家跟 跟貂蝉相比之下 就被比了下去了 那当富将国家 也不是说太优秀了 那有几个 那那几个练国家的 我也不晓得他们是 冲着国家什么去练的 可能是帅 可能是他们就喜欢 好 那我也不清楚 那反正个人对国家评价 其实颇低啦 颇低啦 大概是这样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 都别忘了按赞 订阅 按分享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 或想要告诉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WEN 我们下期影片再会咯 拜拜